一生一生一生 我已风乎一生 生一生 two years 生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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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不识 南茂本师释迦牟尼佛 那么本师释迦牟尼佛 那么本师释迦牟尼佛 无上圣身为妙法 百千万节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词 我今见闻得受词 宴杰如来真实义 各位法师各位父法祭士大家好 我们在金刚波罗经儒法受词 这一份之中已经谈到 如来说非为臣是名为臣 如来说世界非世界世民世界 也可以讲说波罗非波罗 事实上你是要讲出信还是讲像 说像就是有啊 像就是外表啊 表象啊 如果说信呢 就没有啊 信就是本来面目啊 如果我们是学空礼千万不能落入空 一切皆空 这个都是假的 都是无 那么怎么办 无什么都空 那就不要吃不要修了 不要布施了 也不要用功了 那这一种空叫做圆空 你落在圆空 你直走 那就没有依靠了 你会摔死的 这样是不对的 根据这个道理告诉我们 一切皆空 空 自指这个像 你看到我 我某某人这个像 这个是空的嘛 所以你才会有接收到啊 那你不要对号入座啦 听到什么事就自寻烦恼 事真事先到这个世间来 告诉我们苦空无常无我的道理 就是要叫我们好好去悟啊 你假如是悟不出来 那就无法可说了嘛 这个说很简单嘛 所以经文上又告诉我们 虚菩提与异迎合 三千大千世界所有为成 四为多佛 虚菩提严甚多四尊 经文上又引证的世界为成 这些理像 那么对当机者呢 在城上所取的菩萝 了之成为成世界 对性空的道理 来显现是菩萝理像的妙用 所以佛陀在叫一声 虚菩提与你的意思如何 假如是三千大千世界 所有的围城 是不是你看起来很多 虚菩提与佛陀 虚菩提知道佛陀的意思啊 当然是讲 是 非常多 四尊 那佛陀是问虚菩提的话 因为轴向的人 听到五首说就会说 即使五首说 那为什么还要叫话 三千大千世界的人 那么佛陀曾经说 本来就无相嘛 世界之大 它的相晚在啊 岂能说世界无世界 这是遮与疑的问题 假如不问世界 而问围城有多少 那么这个意思就在说明什么呢 因为世界是由众多的围城所及 才能成为三千大千世界 假如你只走这个大千世界的相 是十有 也可以悟出世界所有的 无非是众多的围城 除了这么多的围城之外 其有另外一个世界存在吗 你如果能够了解 围城之多就知道 大千世界有即非有 这个道理 讲到世界就要讲到地球了 地球是围城所积而成的 你一定不相信科学家曾经发现 所以 星球上有小星球爆炸 爆炸之后 它的围城 碎片 就落到地球 那么落到地球 不是会炸到我们了吗 不会 在轨道上的小星球爆炸以后呢 它那个围城呢 落到地球要几千万亿人以后 这个围城才会互相追撞 那么一追撞 就变成灰城 这些灰城慢慢慢慢慢慢 要掉到哪里不知道 这些围城呢 有一天 说不一定 它积在一起 又形成一个小行星 所以 星球有生命 爆炸后 它还会再组合一个星球 就是科学家讲的 世尊 没有讲这些 世尊告诉你 世界灰世界 市民世界 就是这样 你看到的世界 它经过爆炸以后 就变成灰城 灰城以后 它还会组合成世界 所以 这些火花石头萃围尘 这些围尘 有一天 它落到了很远很远的地方 它降落在一个星球里面 目前那些小行星追撞以后 科学家在轨道上 尚未发现 它的围尘 落到哪里去 这样子我们就知道 世尊所告诉我们的 围尘非围尘 世界非世界 这是真理呀 你不要认为 世尊讲那个话 因为我们看不到嘛 其实世界会变化 不只我们这个地球 你不要认为 我们地球上有一个太阳 你知道吗 世界有三千大千世界 太阳有三千大千 那么多的太阳 华元经以及光无量寿经 佛陀陈经讲过 世界要灭的时候 这个世间同时出现九个太阳 一个太阳就被塞焦了 九个太阳同时出现 你想 这个世间不走火 不烧掉 那才怪啊 那么一个太阳 怎么会九个 九个哪里来啊 因为九个太阳就代表 九个世界 它已经融收在一起 同时这九个太阳 照在一个地球上 这个是世界末路 这个火要烧到哪里呢 出残天 多么可怕的大火 世尊告诉我们 恒河沙士三千大千世界 我们过去很多人都认为 佛陀所说的 是会是骗我们啊 谁看到啊 谁听懂啊 这几十年来 科学家证明 释迦牟尼佛所说的 确实是高招 人们都触害 释迦牟尼佛 告訴我们 他看世界如 看她的手中文 你看 如果科学家都像 世尊这么聪明 开悟的人 那还要花那么多钱 去研究什么伙见什么 还要去夜球跑一趟看一下 又要跑到火星看一下 都不必要花那么多的钱 很容易就看到了 我们以前都认为 这个世界只有一个银河系而已 而这个银河系就是世界的主群 一个银河系里面 它的世界是密密麻麻的 科学家讲 在这个星球里面银河系无量无边 莫怪活头告诉我们三千大千世界 各位你相信活法 活法真的比科学还要厉害 华元经上讲 三千大千世界以无量因缘乃成一切众生 外此而北有世界吗 物则赐此 弥则亦赐之 物则亲近心 既亲近世界 弥则成过心 旧为成世界 弥以物的差别 开悟的人 他的心是亲近心 他所住的世界是亲近的世界 如果你是一个民意的众生 你住在五轴二世之中 你自然受到折磨 我们常讲 西方这个世界为什么那么亲近 所住的世界为什么 我们所住这个世界为什么这么污走 因为我们的心不亲近 我们的心是恶 是走的 所以在我们看起来 我们这个世界就是恶 走 我们看到这个世界 到处都是资宝 假如你到处的资宝都被你看到 那就惨了 所有这个世界的资宝都会被你倒光了 我们常常听到人家讲 到那个溪里面去可以去掏宝石 那个台风坐过以后 你到那个溪底下去寻宝 很多宝石 你想 溪底下有宝石可以寻 那么这个宝石从哪 从高山流下来的啊 因为它 洪水浣滥冲走来 那么可见 各位 每一座山里面都有宝 每一座山的宝石 我们凡夫的眼光看不到 圣人的眼光跟我们不同 因为他们没有贪真吃 所以他们看得到 宝山里面的宝 金光闪闪的 所以一石山啊 七宝山啊 这些都是世界的美妙之山 那么能够看到这种山的人 代表你的心清静 看不到人代表你的心 物又味 那么清静与物味的不同点 就在这里嘛 其实每一座山里面都很多宝 要不然鑽石从哪里来 金条从哪里来 还有蓝宝红宝 还有翡翠从哪里来 从山底里面出来的 所以说我们 苏博士这树 污走的 我们的世界也是清静的 你看我们很多宝石 都晶莹剔透的 这个都是在我们 苏博士这树的山里面 只不过我们 因为贪心的眼光 所以我们看不到他的 真实的一面 那么傅大士 他讲 基成成世界 西界后为成 界遇人天界 成为有落因 成因因不实 果界果非真 因果知是犯 迷遥自在人 知为成如众生的万恋 环绕课程 障必尽信 傅大士告诉我们 世间的真面目 他讲 因为积了很多围城 才成了这个世界 世界是围城聚集而成的 世界就匹育我们人天界 世界是围城聚集而成的 那这个围城 就是有落之因 成的因 成因就是不实在的 所以时常会动 它会动 所以会组合 也会散开 这个世界就是不实在的 所以这个世界 什么时候会坏 不知道 我们最近几年 常常听到地震 地震真的下轮 一碰到地震 我们才知道世间无常 土地多么坚固啊 你看地震 把整个土地 就像摇篮一样在摇 上次内门地震的那一次 我们六个地震室 我们六个地震室 前电跟后电都在摇 你看这个山 合理讲起来说很坚固 建筑物也很重 可是它荡起来的时候 就这样摆得很厉害 各位 我们随时都在动 这个世间什么坚固啊 随时都动荡不安 如果继续荡下去的话 我看世界都会毁掉的 没有什么地方 能够脱子免这个死 所以这句话我们要记制 世间是无常的 假如在这个世界 就是脱离开这个肉体 随着夜暴 很多人死在这种无常之中 最近我们看到尼泊尔的地震 地震一震下来 所有的人物房子全部埋在底下 回归自然 前几年日本地震 它的辐射到现在还没有完 我们台湾也地震过好几处 尤其像发農那个地方 发農的地方每天都在震 大震小震 几乎一个月就来个几次大的 前几年纽西兰基督城 全部震掉了 好美丽的纽西兰 也是全部被震了 掩盖下去了 很多人都很慈悲 世界各国都很慈悲 要去帮忙 说真的很难救 所以各位 佛经上告诉我们 世界非世界 市民世界 那么经文上又告诉我们 虚菩提知微尘如来说非微尘 世民微尘 微尘 微尘就是灰尘嘛 各位你眼睛有看到灰尘吗 没有 那你今天不要抹这个桌子 明天你看看这个桌子怎么样 一层灰尘 奇怪 我们看着这个里面都很干净嘛 这个不是无尘的空间 这个是有尘的空间 为什么有尘 因为有人就有尘嘛 你看我们穿的这个衣服是 有这个棉絮嘛 那么随随便便 这些很多人在一起的话呢 就有很多围尘啦 如果有一个空隙呢 太阳射进来 你一个哇 整间都是微尘 我们还是以为这个空间最干净 是无尘的啊 不是 我们这个世间是微尘的 组合的 到处都是灰尘 那么这个灰尘呢 就好比我们众生的妄想昏沛 所以我们脑筋里面在想东想西 就好像这些灰尘 乱灰乱灰 灰到哪里就尘埃落定 我们想东想西 想想想 有一件事情就让我们 好 就停在这个地方 就没想到这个地方 我们的妄想就是啊 所以讲 疲异为尘 若是灰为尘 灰为尘 那就是一念开悟啊 悟的时候就不是为尘 不是为尘的时候 就是会转为妙用啊 前念以后念就 灰为尘 灰然清净 明明白白 不住清净就是围尘 清净就没有围尘 所以说若无万念就是佛的世界 一生起万念就落在众生界 那么前念清净就极灰世界 后念不清净 寄民世界 那么 举这个例子来讲 我们就知道说 哇 原来 就是这么维系啦 我们哪会有自知想到这些问题 你有没有在想东想西啊 没有 我的心清净 我都没有在想东想西 真的吗 因为你在想太多 所以你自己也不知道 你在妄想纷飞 自己想什么东西 想什么你都不知道 所以有时候你自己会发愣 傻傻的 你在干什么 我也不知道我在干什么 就是在妄恋啊 所以你这个妄恋一起就好比灰尘开始灰 所以我们这个心多么重要 我们常常比一个例子说 有一位师父他带了一位小徒弟 这个小沙米呢 他有一天师父带他下街去 他就提着师父的那个包装走在前面 他在走呢 一边走一边走脚一边踢这个大地 就想哎这个众生在这个地球上呢 这么多好可怜啊 我要发愿来度这些维系众生 那么师父呢听到徒弟发了这个大心呢 他就说小沙米你把包装拿来我提 你走后面我走前面 那么这个徒弟也不好意思啊 说师父啊徒弟应该拿这个包装 你不要拿你走 他说不行 你走包装我拿 那么这个徒弟又好无聊 师父拿着包装叫我这样走 那在做什么啊 想一想又想 哇这个大地的众生这么多 那我怎么度得晚啊 所以他一花一念清静心 清静就是无相嘛 他转念头不发心啊 就围城就一变乱了 所以师父说徒弟来包装你拿 你走后面 为什么这个师父这样 忽全喚后的 师父有问题吗 没问题 各位因为时间都关系 我们呢下一集再来揭晓吧 好我们来回向 愿以此功德 庄园佛俊都 上报四重恩 下祭三图苦 若有见闻者 西发菩提心 敬此以保神 同生极乐果 那么本是释迦牟尼佛 那么本是释迦牟尼佛 好 感谢观看